12700H的CPU 16G 低调R5的内存 3070Ti显卡 加上2K165的电竞屏 这样的一套配置 其他品牌卖个12000 13000都不为过 而神兆却把这个配置 干到了9999 能干到这个价格 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 外观四个字 沉稳低调 一眼看上去 这台战神机是外观上 AD面是有金属加持的 耐用度和质感还是相当不错 但A面除了logo 没有任何的设计 看上去略显单调 但好处就是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贴纸 尽管贴好了 只看价格的话 这一款游戏本的性价比 可以说是拉爆了 但是实际的表现 到底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最近正好在 入手游戏本的话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来到B面 三面窄边框的设计 对于这个价位的笔记本来讲 中规中矩 不过屏幕的素质还不错 搭载的是一块2K165Hz的电竞屏 100%的DCI-P3色域 和400L的亮度表现 除了打游戏外 像从事平面设计 剪辑3D工作这一块 屏幕同样是可以善良的 再看C面 键盘的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虽然按键偏软 但好在键层够长 因此打起自来 手感是优于很多笔记本的 值得点赞的就是 神舟的笔记本 不管15寸还是17寸 全尺寸的方向键和数字小键盘 都是得到了保留 对于习惯的108件的玩家来讲 还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接口这一块 就得提一嘴了 虽然作为一台大尺寸的笔记本 战神机时的拓展性 但是由于RJ45的网口和Type-C的接口 都设计在了机身的右侧 在使用鼠标时 你多少都会感觉有点影响 当然毕竟这是一台游戏本 性能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它搭载的是一颗12700H 12700H的纸面参数 还是足够强劲的 理论上来讲的话 性能肯定足够强悍 但是实际的表现 还是得看这一台笔记本的调教 在我们的三项测试中 战神机时的综合成绩 在以往测试过的机型里 保持了一个还不错的水准 由此可见 战神机时的机器调度 给的还是相当机器性 总之比上代i7O还强的一个性能 满足日常使用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游戏方面 虽然我们的数据库中 没有相同配置 可以参考对比 但从实测结果来看 这一块3070Ti的性能 还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三款网游 均能跑满这一块 2K165Hz的电竞屏 而在单机设置当中 即使压力最大的红业大表客 也有60帧以上的流畅表现 另外两款单机呢 更是跑到了100帧以上 如果说把分辨率切到1080P 帧数表现只会更好 这一台机时的性能表现呢 大概就这个情况 当然我相信对于游戏本的话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它的散热 卸下全部的16颗螺丝 即可轻松打开它的地面 可以看到战神机时采用的是 气热管松风扇 四处风口的散热设计 风扇的尺寸还比较大 热管布局也很合理 考虑到散热材料 使用的还是液晶 因此散热的规格 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豪华了 在室温24度的情况下进行测试 单烤FPU30分钟后 12700H的P核3.3G 一核2.9G 温度99度 公号80W 单烤显卡30分钟 3070Ti的核心频率 保持在1185M 温度86度 公号154W 双烤30分钟 12700HP核2.0GHz 一核109GHz 温度80度 公号40W 3070Ti的核心频率 保持在1230M后 温度86度 公号145万 从测试结果来看 这一台基石的机器调度 的确给的很激进 值得肯定的是 在极限负载下的 双烤测试当中 保证了显卡的稳定释放 但是CPU这一块 就有一点稍稍顶不住了 但从单烤的测试来看 80W的12700H和150W的3070Ti功号 给的都足够高 因此在负载相对较低的实际测试当中 都发挥出了不错的性能表现 至于噪音方面 55分贝的噪音表现 表现并不算优秀 但毕竟是台游戏本 只要能保证性能的稳定发挥 对于玩家来讲 也应该是能接受的 那么关于这一台 即时的性能和散热看完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它的内部配置 在中间是一根16GB的 英锐达DDR5内存条 频率为4800MHz 容量高用且支持拓展 左边是一块512GB的P3E 4.0固态 型号为三星的PM9A1 性能表现出色同样也支持拓展 无线网卡也不差 型号为AX201 支持WiFi61 下面则是一颗80W的大电池 制造商为焊铜 开启核显和节能模式 在50%的亮度情况下 我们进行了PCMark10的 日常办公测试 最终的续航成绩为10个小时 OK那么经过了以上一系列的实际体验呢 最后我们就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台即时笔记本 首先是优点 9000多块钱能买到这样的一个配置 性价比的确是很高 第二个呢 就是这台笔记本配备的屏幕数字 的确也还不错 不仅分辨率 双新率给的够高 而且它的屏幕的亮度和色彩也比较出色 除了兼顾游戏的同时 也能满足一定的生成力需求 最后一个优点呢 这台笔记本的内部用料 给的还是比较扎实 并没有缩水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再来讲一下 我认为这台笔记本值得提升的地方 虽然这台笔记本采用的是液晶散热 而且散热规格给的也比较豪华 但想要同时压榨出12700H加3070Ti 全部性能 我认为散热还是得提升 第二点就是外观可能比较一般 虽然大面积的金属材料 它有质感也不错 但是整体的风格我认为还是略显平淡 至于选购建议 如果你注重性价比 且想在同价位下买到尽量高的配置 我觉得且接受以上缺点 我觉得这台赞成的基石的确还不错 虽然外观有点低调 而且重量也不轻 但是9999块钱能获得12700H加3070Ti 低调R5的内存 P3E4.0的固态且一块 屏幕素质还不错的2K165Hz的电竞屏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传播内容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感谢你长按大拇指 一键三点指手一拨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看法或者疑问 欢迎在评论弹幕留言讨论 我是岗南 我们下期再见